CE2007M-C卷2第四 这一条是一个简单的直流电 它说得很直接 是direct-current-dilemma的结构 它有一个换向器 第一件事就是它送到负重的电流行定 当我们在转动A,B,C,D这个线圈的时候 根据它表达这边是北磁极 绿色的箭嘴是磁墙 其实是比较线圈 我们在这颗眼看的时候 这点是A,这点是D A,D这支棒形就由这样变成这样 如果没有换向器的情况下 应该是出到交流电 而1号图画的时候就应该是这个位置 3号图画的时候就应该是这个位置 2号图画就是这个中间 刚刚好转90度 就是四分一周期 这里是四分一周期 但如果有换向器的话 其实就是会没有了 相反方向电流的情况 所以现在第一件事 回答它第一个问题 就是传到出去的电流的数值 不是一个常数来的 是会变小变大的 所以第一句是错了 第二句在线圈里面的交流电 但是出到去的就是直流电 在线圈里面 因为它转的时候 然后电流是会每半个周期 就是ABCD 接着就会DCAB 每半个周期就会换一次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换向器 就会变成这样的了 所以这句是对的 第三个电流在现在这一刻 是由X流去Y 我们在这一刻 我们就要用这个 弗林明右手定律 我们会看到线圈是这样走的时候 在现在这一刻 它的动作在AB这一边是向上的 右手的意思就是 我们会看到 磁極是北指去南 动作是向天 你会看到电流是由B指去A 就是说电流的方向是由B走去A 然后这样走出来 接着碰到左边的换向器 接着这样出来 接着再由X流去Y 电流是会用一个这样的路线 这样流出来 由X流去Y 所以这个是对的 所以只有2、3是对的 这条答案是D